民進黨全黨上上下下也都到高雄去扶選 陳菊的前機要非常重要的心腹趙家寶 14年因為貪污被判刑11年定驗 結果沒有去入監服刑15年的6月遭到通緝 到現在已經是18年的11月了 跟一個民進黨的立委助理非常開心的聚餐 在他通緝逃亡的這幾年內 還在臉書上面PO出非常多的文章 國安局都說要監控在臉書上面 詆毀總統的言論了 居然沒辦法監控在臉書上面發文的通緝犯 高雄幫的吳鴻謀因為氣暴而升官 到了台北之後 虎幽馬事件之後 怎麼樣子也不會下台 永遠官位都是OK的 當時就是這個結構性 現在知道人出來拖拖拖 繼續自己也沒得到 高雄這次韓國人贏 不是韓國人的勝利 是高雄人民的勝利 實在是活不下去 余明組成次救會議上 6點從屏東東港出發 北上農委會陳情 而這裡可以看到立法院周邊 已經拉起了層層巨碼 你對現在台灣經濟的情況 你正向去看 你支持的是只有11 蔡總統你就常常下來吧 既然你是毒藥 你就讓民眾知道 你有多麼不接地氣啊 全部的戰隊 想要是誰 確實是非 有多麼的 都要是想要 就要一致 就要這個 我們該死掉了 不和兒子 就是 方到屏東東港出發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